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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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志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 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 因此持续不断的 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希望之声自主研发 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 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 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短波频率 进行7天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电台 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 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 不断的真实的资讯 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 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 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 你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 聚沙成塔众志成城 撕开空中国帖幕 啟发中国的民资 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 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在23日 联合国珠也门特使宣布 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 和伊朗撑腰的十月派激进派团 全体胡塞武装 都已承诺采取相应措施 以实现停火 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哈马斯 头目德伊夫的住宅 并找到他的身份证 和家人的信息 第二副是以色列 原上捉拿的哈马斯领导人之一 路透社报道 自从2015年以来 胡塞武装一直和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 军事联盟作战 这场内战 已造成数十万人丧生 也门高达80%的人口 依赖人道援助过活 聯合国珠也门特使 格伦德贝里办公室 公布声明表示 欢迎各方承诺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已在全国各地实现停火 这不单止是帮助改善 也能为 也能为也门重返聯合国主持下的 包容性政治进程预造准备 胡塞武装盘軍 在2014年奪取沙那 引发和国际承认的 也门政府的冲突 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军事联盟 创搭百年以来 一直支持也门政府和半军作战 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發言人华森发表声明说 我们知道 伊朗深深涉入 鎖定红海商船的行动计划 这和伊朗长期提供物资支持 和鼓励胡塞武装在该地区 破坏穩定的行动是一致的 而在伊朗最近在印度海的船借襲擊后 23日英国外交大臣表示 我们不会容忍伊朗的恶业活动 英国和盟国的合作计划 会对抗德克兰的影响力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正在造成和加劫地区紧张局势 英国强调海市自由的重要性 承诺采取果断行动来打击破坏 23日伊朗总统 萊希呼吁世界新秩序 说所谓的联合国安理会 无法阻止对加沙的战争 犹太人终章失败 加沙必须由来自加沙的人主管 美国决定命运的时间已经过去 等等 二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 22日 以色列国防军对哈马斯武装组织 迪卡桑里的领导人 德伊夫在加沙南部的住宅 进行了特集 发现了这名重要哈马斯成员的身份证 德伊夫在遭受到7次暗杀后仍然生存 其中一些暗杀令他受了重伤 这个月较早时 以軍在加沙散发传单 向任何提供 德伊夫等几名哈马斯领导人下落的人提供奖赏 同一天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安局 辛勃特暗杀哈马斯领导人 阿特拉什 阿特拉什 是负责哈马斯的武器走私业务 23日 以色列国防军 详细介绍了加沙战争 那里发生的枪战 以及以軍对恐怖分子的襲击 以及逮捕行动 表示 在加沙城南部的地面行动中 击毙了几十名哈马斯恐怖分子 过去几个星期 在加沙城南部伊萨地区的行动中 以色列軍摧毁了该地区的哈马斯地道网络 被拆除的地道网络 是哈马斯的地下哨所 作为哈马斯总部的其他建筑物 亦被摧毁 发言人哈加里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部队已经消毁了 并矫固了大约3万个爆炸装置 包括哈马斯拥有的反坦克导弹和火箭 在23日 哈马斯官方宣告说 联合国安理会22日釋出的 关于对加沙的援助决议很薄弱 而且不足 之前一天 在22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自从看了哈马斯襲击 以色列的短片后 首次发表声明表示 哈马斯10月7日发动的 可怕恐怖襲击 以及对大约250名人质的野蛮绑架 没理由可以为他辩解 我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成余人质 12月22日 拜登签署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 这部美国国防政策法案授权拨出 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 用于年度军费开支和各项政策 包括多项和中国有关的关键条款 包括抗衡中共以及支持台湾等内容 国防授权法案 是每年都必须通过的 少数主要立法之一 这是国会连续第63年通过的 国防授权法案 2024年的国防预算法案 长达3,100页 其中包括很多有关 亚洲政策的重要条款 首先,该法案 拒绝北京获得美国的资金 以及与美国机构合作 要求国防部进行审计 以确定美国的国防部资金 不会被转移到中国的研究实验室 禁止中国共产党 拥有、经营或控制的教育机构 設立或维持预备軍官训练团计划 该计划在中学进行 由退役的海军、陆军、空军、 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军官和士兵 担任教官 有媒体报道说 部分美国私立学校的所有者 是与中国共产党 有密切联系的公司 所持有的 禁止美国国防部 和在美国运营的中共军事公司 签订、续约 或延长商品、服务或技术合约 终止国防部向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 發放资金使用限制豁免的权力 从2026年10月起生效 要求评估中共政府是否协助 或者批准 運輸額軟机 分泰尼产品 或者分泰尼前提到墨西哥販毒集团 禁止资金支持和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的娱乐項目 如果中俄之间的核能合作 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 則必须向国会通报 美国限制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生态健康联盟的资金 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它涉及条约和国际组织 其次 台湾仍然是美国国会关注的焦点 涉及在军售、训练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各种规定 在该法案颁布后的160日内 应就加速向外国安全伙伴提供预差导弹的可能性 和可取向性进行研究 然后每年两次向国会通报美国安全现状 对台湾的协助 规定台湾军队的训练、自信和机构能力建设计划 要求国防部长向国会报告 和台湾进行防御性军事网络安全活动的情况 包括军事网络、基础设施和系统的防御 打击鄂尔网络活动 利用美国商业和军事网络安全技术和服务 并且结合网络安全培训活动和演习 要求国防部长和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和国家情报总监协调 向国会递交对台湾持续军事封锁的风险和影响的全面分析报告 评估中国可以对台湾实施持续军事封锁的方式 跡象、警告以及可能的时间表 中国可能采取的其它威逼方式 评估对台湾影响、对美国本土的威胁 和其它潜在负面影响、美国需要进行的调整等 资深媒体人旁中认为 拜登签署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 将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列为海外敌对势力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在对中共视为敌人的前提下 在国防授权法案中 美国有效利用和强化了自己的军事优势 这是抑制中共军事冒险的一个决定性行动 令美国对中共的威胁战略奏效 如果美国在核武器现代化 和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方面巩固优势 美国将会在印太地区部署陆机中程导弹 和美国将会公布首份国防工业战略 重振国防工业方面 这历史性的变化对台湾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因为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 和武器供应商 是盟友和伙伴 具体涉及到对台湾的军售 训练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各种规定和帮助 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定 将川普从该州的总统初选选票中除名之后 原本四分五裂的共和党人 在2024年初选前的关键时期 开始集结到川普身边 令川普持续霸佔各大媒体新闻头条 人气大将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法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认为 科州最高法院的除名裁决 对川普不公平 指责民主党和媒体滥用权力 但实际中 为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 起到巩固支持的作用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 认为法官自行决定 谁可以在选票上 谁不可以在选票上 这种想法 确实是不可想象的 科罗拉多州的人民 应该感到愤怒 我们不需要让法官做这种决定 我们需要让选民做出这些决定 共和党策略 麦科维尔克 对《国会三部》表示 将川普从科州选票中 随名的裁决 团结了共和党选民 因为他们将这件案件 视为出于政治动机 可能会令党内一些支持 非川普候选人的选民 转向支持川普 共和党籍的策略师 森特斯表示 这一行随名决定 可能会团结川普在爱荷华州 和其他地区的支持者 他们会将该裁决 和针对川普的 曼克顿封口废案进行比较 无论美国最高法院做什么 損害已经造成了 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认为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 不推翻该裁决 这可能是一场灾难 美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 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总统人选 这里不是委内瑞拉 这里不是尼加拉瓜 这里不是古巴 我认为民主党已经危险地 接近引发那个对国家来说 真正灾难性的对抗 对川普随名的科州 最高法院法官是暴徒 他们用强权取代了法治 前司法部长巴尔 不支持川普 但认为美国最高法院 很可能会否决该决定 如果允许科州的裁决成立的话 这将会造成混乱 各州就会经常换引 第14条修正案 将他们不喜欢的政客 踢出船票 《纽约时报》记者 马吉·哈伯曼表示 不知为什么 每一次川普得到一条 在正常情况下 会出大麻烦的法律新闻的时候 都会对他的支持者 产生凝聚作用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韩国日报22日报道 中共在南韩最大的入门网站 Lavor有组织留言 已分裂南韩国内舆论 引起南韩国家情报院的密切关注 南韩家全大学警察安保系教授 尹文宇研究组透露 通过大数据提取 发现了很多以为中共有组织地在Lavor 进行留言的动向 该分析已和中共外交相关的媒体 报道中的留言为研究对象 在9月11日期间 捕捉到50多个帐户 这些帐户包括有关 标榜中共的内容 帐户的图片主要使用五星红旗、习近平、中共军队等形象 留言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美国等内容 还包括拥护中共立场、激发南韩地区之间、性别之间 和弱势群体之间互相征户等内容 比如如果女人掌权 国家就会走向深渊 首尔纳税最多 但地方却在此揮霍 在留言的内容中还发现存在一贯性反复出现 韩语拼写错误、中间夹杂着韩语等特点 南韩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金隆斌 8月底曾透露 选举管理委员会已识别中共 有可能操纵南韩明年国会议员选举的风险 正在努力防范 另外南韩国家情报院11月份 也发现中共媒体宣传公司 开始38个访问南韩媒体的网站 在南韩宣布虚假新闻内容 战动亲共反美 操纵南韩舆论 南韩2024年4月即将举行4年1度的国会议员选举 南韩前文化体育观光部局长韩文浩对大纪元说 中共企图在南韩制造一个亲中、反美、反日的舆论 尹瑟上台以来不单将文在寅破坏的 南韩、美国、日本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复原 而且发展到了很高水平 但如果明年民主党获得席位 那么尹瑟政府建造的南韩、美国、日本关系很可能崩溃 形成亲中共政权 南韩在全球的供应链中就会被 美国、日本等西方阵营所排斥 南韩不会有好的未来 近日,网络媒体经营者兼记者林献元 涉嫌接受中共官员指示 委托由退休教授蘇文华制作 侯康佩领先的假民调 中华民国政府准备採取措施防范 台中地检署表示 林献元涉嫌接受境外势力 中共福建省委员会官员的指示 委托由自称民调专家的蘇文华 陆续在10月间 假装已派元访问民众 或随机抽取土安地区 北、中、南部 各300人以上民众作电话访问 却未实际做访问或电访 涉造侯康佩领先的 不实总统民意调查 一共8次 并进行数据调整 加工制成图表 林献元再透过《紫传媒》等网站 接连公布相关不实的民意调查报导 誤道选民对于选情的判断 以此方式滲透干预台湾总统大选 危害台湾主权和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自由亚洲电台22日公布 《紫传媒案》调查报导 发现这份假文条先出现在特定的网媒 如《紫传媒》等 之后就被搜寻引擎 以及主流媒体引用 发现《紫传媒》 連同其一群关联网站 曾在2019年 兩度卷入红色网媒案 这些《紫传媒》高层人士 更频繁地参加两岸交流活动 2019年7月 《自由时报》等媒体报导 23家台媒同报传媒转帖 中共官媒批判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文章 总统府研判是红色势力发动的述色战 而转帖文章的23家台湾网媒中 指传媒等15个传媒网站 都是同一家公司 指动传播科技行公司经营的 《产经新聞》台北支局长 紫板明夫 在《念书》泛文表示 他们公布假民调目的是 誤導选民对选情的判断 是典型的认知作战 幾个月前 中共当局招待了很多 台湾的民调专家去中国 要求他们在今后做民调的时候 要做出偏向亲共派政治人物的结果 说明中共确实在利用民调这个工具 在滲透干预台湾的大选 製造假新闻攻击特定的候选人 提供便宜机票给台商返台投票 招待理长等到中国去旅游 提供资金 手段层出不窮 台湾台中市第六选区 立委参选人江绍国 在2019年在《念书》也揭露 这23个转载中共假新闻的台媒 其中有18家就设置在台中 呼吁应该追查 了解这些公司的运作 和资金的来源 不要令台中成为红色滲透 整个台湾国安的缺口 陆委会表示 政府将会配合执政党 和立法院的法案审议进度 期待建立完善可行的民主防卫机制 多谢收听这节的今日新闻再会